英国首相府当天发表声明说,英国脱离欧盟带来新机遇,让英国在当前全球形势急剧变化时定义并强化自身定位。 英国必须随国际风云变化而动,掌握新技术、新理念,确保英国目前以及今后数十年的外交政策植根于国家利益。 声明说,松河评估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评估,覆盖英国在全球地位的方方面面。 按照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的说法,与以往军事事务主导的评估不同,综合评估将加大对英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定位的关注,及外交与军事并重。 不少外交人士预期,英国今后将日益依赖美国。为增进与美国关系,英国在防务政策方面已有大动作。 国防大臣本华莱士25号向议会证实,英国将替换核弹头,新一代核弹头从美国购买。 这一消息由五角大楼率先披露。 此外,英国还考虑增加对信息战、网络战所需尖端武器、数字和航天技术的投入。 至于如何为执行评估所作建议筹措资金,英国媒体分析称,除追加政府投入以及首相府声明提及的军事采购改革外, 英国可能借财军调整支出。 还有一种可能是整合各政府部门预算。 英国已于今年1月31号正式脱欧。 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·巴尼耶日前表示, 英国与欧盟的贸易谈判将于当地时间3月2号正式开始。 目前,欧盟方面已经表决通过了有关贸易谈判的欧方要求。 外媒报道称,英国政府也即将公布其脱欧后贸易谈判的战略纲领。 而首相约翰逊对此前欧盟方面出台的谈判纲领似乎并不满意。 约翰逊表示,他已准备好无写意脱欧。